- 港媒最近消息,北京将仿照美国华盛顿特区,在2020年前,后建成所谓中央政务区,核心城区继续清退低端产业,限制建设项目。 此前,北京属于所谓城市归华,强制驱逐低端人口,也被称为北京排华事件,曾引发公分,去年年底,北京被强制驱逐的低端人口,香港明报周一18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,美国有华盛顿特区,北京当局也计划,在北京划出一块所谓中央政务区。 根据规划,北京的东城区、西城区将近,移物清退工业、仓储、批乏市场等低端产业,限制商场、办公楼、医院、学校、商品房等建设,增建党政军领导机关办公和配套用房,及学前教育和养老设施, 此之成为一大政军办公机构为主,古都立市文化为辅的中央政务区,并将于2020年前后成行。 报道指,2016年底公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,2016年M-2035年曾接到了一核一主一副,两周多点一区的北京城市结构。 根据该规划,北京将建成面积334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,包括海电、朝阳、东城、西城等区,其中东城、西城两区约92.5平方公里将成为核心区,一级所称的中央政务区,与老北京的内城外城范围吻合。 今年3月,北京方面又发布了电视项目规划,使用性质正面和负面清单,令中央政务区的轮廓及构架细节再一步明显。 根据该清单,隶数北京二环至三环范围内的城区北部,北华为古都风貌控制区,区内将控制建筑楼高与风格,二环内的北京老庄区将逐步恢复北京古都风貌。 早在去年5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,201月到2035年纵盛之时,中共党内有就开始热传,所谓核心区将成为中央政务区或首都特区,并由此掀起议论猜测和议论。 去年11月,北京市根据所谓城市规划,开始用暴力强制区,逐所谓低端人口,一度引起公愤。 在海内外舆论潜责声中,当局不得不暂停强制手段,不过,依据当局的规划,未来清退低端产业,驱散低端人口的行动,可能还会继续,只是手段或许会趋于隐秘。 香港端传媒曾引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,2016到2035年纸,当局确定北京市常住人口到2020年,控制在2300默人以内,并要求城流区常住人口在2014年基础上,每年降低2到3个百分点,争取到2020年下降,约15个百分点,控制在1085默人以内。 据此比例计算,2020年的城流区及东城区、西城区、海电区、草阳区、丰台区、石井山区,人口将比2014年减少近200默。 报道其本道,为了建设国际一流的和协议制之毒,全面建成小看社会等,为大目标,被赢的人口清理行动才刚刚。